2008年8月8日 奥运会的圣火在北京奥林匹克体育馆点燃 北京奥运会的圣火点燃了 那团激动人心的熊熊燃烧的火炬 点燃了全中国人民的自信和希望 但是您知道他所用的天然气是哪里的吗 他正是来自尔多斯盆地的长庆苏里格大气田 这个遥远而陌生的苏里格大气田 以258.2亿立方米天然气的粘产量 于东部地区最重要的城市和千千万万的普通人 生活紧密相连 都要是供北京 基本上所有的名气全部都是当福利格这一块国 包括像过去阿尔多斯寺 阿尔多斯新区 宝特 和河奥特 这些都用的几次 其他东西 然而 这块圣传气田的宝藏之地 在多年前 却是一块蛮荒之地 处处皆是荒原 当年 它是如何被发现的呢 这里是苏里格 居于阿尔多斯盆地的北原 茅乌宿沙漠的腹地 在内蒙古自治区 阿尔多斯市乌审旗和阿格托旗境内 属于半沙漠半草原地带 2000年8月26日 这个秋高气爽 斜阳灰灰的黄昏 原本是一个最适合放松的时间 但在苏里格地区的一处荒草滩上 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 却忘却时间紧张地忙碌着 为了寻找更好的大气田 长庆气田新老的工人们 将与自然进行一次空前规模的命运决战 就在这瞬间 强大的气流推动着燃烧的火炬 从一口井号尾 苏六井的碳井放碳 顿时映红了西洋下的天空 这个消息让整个长庆气田都为之振奋 因为他们相信 这下年正生来着无可限量的宝藏 苏里格是盲语 汉语的解释有两种 一种是大地的心脏和肺 另一种解释是半生不熟的肉 相传八百多年前 成吉思汗率领蒙古大军 来到这个地方扎营 当锅里的肉 正煮得半生不熟的时候 遭遇敌方袭击 蒙古大军吃了这半生不熟的肉 迎战敌军 结果大获全胜 这个地方从此就被称为苏里格 谁也不会想到 这样一个古老的地方 能够盛产天然气 因为在寒凿以前 阿尔多斯盆地盛产的是原油 它是在这个阿尔多斯盆地 已经给苏里格几天来说的话 它在这个面积就是非常大 到处也都有气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西南部的阿尔多斯盆地 面积达三十七万平方公里 起伏不平 西北高东南低 地形复杂 东北西三面被黄河环绕 南与黄土高原相连 地貌类型多样 既有芳草如荫的美丽草原 又有开阔坦荡的波状高原 被地质学家称为满盆气半盆油 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 长青油田将阿尔多斯盆地 已经建成了原油生产能力超百万吨 然而这时 它们也面临着战略上的一次重大转折 因为阿尔多斯盆地的天然气坎塔开发 却一直没有任何突破 究竟该如何找到天然气呢 长青油田提出了油气并举的战略 天然气开发也提上了日程 在前期综合研究的基础上 认为陕西榆林静边一带 是寻找上古生界天然气藏的有力区域 1989年6月23日 在陕西省静边县城东北八公里处 一口天然气径 喷出了一股强大的火焰 这口深入地下四千米深处的气景 打开了阿尔多斯盆地 天然气宝库的闸门 整个四气的过程 我又全部都参与 当时这个苏榴井压了完以后 在放烹的过程 确实那个火场也是很整风人心的 而这口标号为陕141号的气景 位于榆林市小季汉乡赫加滩村 是1996年长青气田 在阿尔多斯盆地又发现了 一个储量超千亿立方的气田 榆林气田 通过演入先进的钻井和管理技术 榆林气田在自营与合作区块的年生产能力 迅速突破了50亿立方米 形成了开发上古生结气藏的榆林模式 榆林周边的紫州 米汁 乌神气田 相继也投入开发 但在这蒸蒸日上的开采中 长青油田突然发现了一个问题 虽然静边气田和榆林气田的储量和实际产量 已经使长青气田进入了国内大气田的行列 但在中国的天然气格局中 长青气田还不足以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 发现新的大气田 不仅对长青 对整个中国的能源战略 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长青油田综合了前面天然气开采的技术和能力 他们决定向苏格里进军 从1999年开始 长青油田的天然气勘探 开始向毛巫塑沙漠腹地转移 一个日后足以改变中国天然气能源格局的大气田 已经蓄势待发了 但是这个位于厄尔多斯高原 与黄土高原之间的湖姬冲击平原凹地 海拔多为1100至1300米的沙漠 究竟有没有天然气呢 当时他们是如何打下第一口井的呢 实际上还是这一种三届成长的这套理论 这是一个是通过几个研究 它物源这个地方有三届州 有三届州成绩体系 通过前面打了那么多井 不管是游上的人士 还是这个其他地方的人士 这个地方应该有 中国第一大气田在苏利格诞生 当时探明地质储量为5336.52亿立方米 发现苏利格气田在国内引起巨大震动 因为这与我国当时的能源格局 有直接的关系 长期以来 在我国的能源结构中 煤炭占了七成以上 尤其是我国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 煤炭的大量使用 造成大气污染严重 2000年2月 国务院第一次会议 批准启动吸气冬输工程 这是仅次于三峡工程的 又一重大投资项目 主要目的就是通过提高天然气的 使用比重 改善东部沿海地区的能源构成 改善环境 同时推动国家的西部大开发战略 在这个特殊时刻 储量巨大的苏利格气田的发现 无疑为吸气冬输工程 增添了一个天然气来源保障 最早交探明储量5000多亿 从07年开始 我们每年有这5000亿的 基本探明储量 苏利格现在已经具备了 3万亿储量规模的任意 这个大气田 路上最大的 这个就是这个气田 2001年9月7日 在陕西榆林市北部 一个叫河南乡的地方 长庆油田第三采气厂成立了 厂部就设在 这个从静边气田采气一厂 寄来的小院里 苏利格气田发现后 长庆油田迅速做出决定 从静边气田和榆林气田抽调人员 组成采气三厂 进驻苏利格进行实验性试采工作 希望以最快的速度实现对苏利格的规模开发 认为这个厂这个区块是特别有希望 而且是将当时的预测是比一厂和二厂 比原来的这些采气厂效果要好 所以当时公司就决定成立 成立的采气三厂 依据苏六井最初巨大的产量 人们将苏利格气田单井的平均日产量 定为四十万立方米 然而 在这个过程中 它们突然面临一个巨大的问题 这些实验井的产量和压力 很快出现大幅下降 开发计划的单井日产量 被调整为二十五万立方米 随即又下降到十万立方米 最后竟然连五万立方米的日产量 都无法保证 苏利格从一个气网中的高产气田 迅速沦为一个低产气田 令举国震动的大气田 将何去何从呢 采气厂最大生产的时候 一口井就有十几万光气 而我们这边来了以后 苏利格这边 一口井平均才一万光气 但是你说这个 从产能上来 产量上来说 有的时候出去开会 其他几个厂子说 我一年的产量 有十几个亿 几十个亿 而我们出去 在说的时候 我们只有不到一个亿 就底气不足那种感觉 但是也是吃不准吧 在大量的实验数据面前 人们逐渐冷静下来 事实和研究都证明 苏利格气田的确是一个低产气田 那么苏利格气田 比起其他的气田 究竟问题出在哪里呢 苏利格这一口 它有很平凡的 甚至我们有时叫做缓派性三节兆 或者是高渐性三节兆 而且这个地方 苏利格它有它的复杂性 这一个大面积斩步的 肥均质性很强的 这套严性气场 它所特有的 打约不形象的比方 就跟那个麻烦我一样 你有空 那个有空的地方 它就是高渗透 它就相对来说复杰 它就能高产 而你碰到那个麻烦我 的那个风胶粘来的那地方 它就致命 它就缠了就不行 苏利格气田 气层埋身三千五百种 钻井周期长 单井控制处量低 单井建设综合成本 大约一千五百万元 然而 根据前期的实验评价结果 苏利格气田要实现有效开发 必须压低成本 再提高出气量 才具备开发价值 从前期的 前期的评价来说的话 直接接触于 包括四海的过程 整个觉得就是苏利格 下面地下的情况 是很复杂的 很复杂以后 贴成难度很大 就是说是 当时有人提出了 苏利格的开发 是一个世界级难期 要实现这个标准 按照常规开发和管理模式 是无法实现的 针对巨大的天然气炒量 和极端困难的开发现实 有人形容 苏利格气田 就像一个漂亮 而不贤惠的媳妇 让人难以取舍 从2003年开始 苏利格气田 进入了漫长的 实验攻关时期 如何降低开发成本 成为解放苏利格 天然气资源的核心问题 由于苏利格地层的 非均质性 钻井的成功率 相比一般油气田 要低很多 而一口投资上千万的钻井 一旦失败 将会抵消数十口 开发井的收益 因此 降低成本的第一步 是优选井位 提高钻井的成功率 苏利格地层的 非均质性非常强 常规的地震勘测手段 很难发现有效储存 经过大量实验和技术公关 高精度的地震勘测与储存描述技术 得到了极大改进 通过技术手段获得的基础资料 被传送到 位于西安的长庆油田 苏利格气田研究中心 技术人员通过汇总这些资料信息 结合细致的地质研究来确定井位 虽然井位的确定时间相对延长了 但钻井成功率得到了极大幅度的提高 解放苏利格的第一次战役 初步告捷 但是随着开采的大量进行 长庆油田的专家们 总结经验慢慢意识到 能够找到有效储存 提高单井产量和文产期 实际上是最大的节约成本 提高开发效益的手段 但是作为这个苏利格来说的话 你首先不考虑成本 那就是说叫麻木开发 也就是说开发的就是 邦尼这个也是给编辑齐田 或者那个啥 就是说咱们的低效齐田 那么要把它开发好 也必须就是采取一些 平常就是说 大家都能想到的 或者开动脑筋 大家都挖掘一些 就是说生存的东西 把它有效地把成本控制下 这样下 按照苏利格气田 三千五百米左右的储存深度 通常钻完一口这样深度的气景 需要四十五天左右 而钻井周期越长 成本也就越高 缩短钻井周期 也可以节约大量成本 根据苏利格气田地层的延时物性 钻井技术采用了个性化设计的 PDC钻头 通过优化井深结构 改进泥浆体系等手段 有开发初期平均四十五天 缩短到十五天左右 大幅度降低了钻井成本 与井边鱼林气田不同 苏利格气田的气景 有一个显著的特点 是高压生产阶段段 在高压生产阶段 气景井口容易形成天然气水合物 这是高压天然气在一定温度条件下 形成的一种固态物质 容易堵塞井口 因此不得不对井口进行加热和解堵 这会增加不菲的费用 而高压机器所使用的管道成本 也比中低压机器高得多 压力下降得比快 我们按高压规模建起来 可能它生产上一年以后 它单仅的自然的压力就已经降下来了 那么这部分的高压管网就是一个很大的浪费 如果采用中低压机器压力降低 不会形成天然气水合物 能够节约管网成本和加热解堵的投入 然而如果采用中低压机器 在气景刚开始生产的高压阶段 管网将难以承受高压而引发危险 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但是一旦解决了这个问题 气景的地面建设成本将会大大降低 经过长期的摸索 2006年 景下节流的方式被设计出来 通过在景下放置一个流量调节装置 来控制天然气的流量 使气景压力在设定的安全范围内平稳释放 一旦景下节流气失小 压力升高超过管网的安全范围 景口截断装置就会自动切断管道 地面上无需加热和节度 地面建设成本比原来降低一倍 采用景下节流以后 通过景网出按揭 多个气景适用一套管线 缩短了采气管线长度 简化了集输器的工艺流程 在地面建设上 所需要的材料在工厂进行预制 建设中在景场进行组合 这种方式大大缩断了建设周期 成本也会大大降低 我们的建栅速度 应该当时来说的话也是很亏 最亏的一个一座机器载的话 我们好像是45天之间 就把一座机器载建成以后 去比特撒修建 多久行了 我再跟边配合 老大 你这几个人再配合了吗 现在我们去点火 我们在火锯部前看一下 好的 好了 好了 你好 速冻八站 你们站的3749 现在流压上升 我请你们大班员工 立即上井进行核实 来 让我到现场看一下 你快去看看 这是苏里格汽田通过数字化管理系统 进行了一次应激演励 数字化建设是苏里格汽田管理创新的一个重要内容 通过这个数字系统可以实现远程控制汽景的开关 排出集气站内储气罐内积存的液体 汽田内每个汽景的生产数据都可以第一时间传送到位于乌审齐的总部和长庆如田西安总部 通过建设数字化汽田 苏里格汽田的管理成本和人工成本大大降低 2003年开始的一系列低成本开发实验 为苏里格汽田的规模开发带来了转机 2005年9月2日 长庆石油勘探局与来自辽河油田 四川油田 大港油田 华北油田的合作队伍 签订了合作开发苏里格汽田的合同 创建了5加1开发模式 随后来自各个油田的开发队伍 陆续进入划定的合同区块 沉寂了五年的苏里格 再次变得热闹起来 初见的一期合作 二期合作 整个就是积极往前推进的过程中 大家认为就是 也认为这个苏里格的前进是越来越好 2006年 长庆油田公司与五家合作单位 当年钻井294口 年底建成13.3亿立方米 配套生产能力 就在这一年 苏里格汽田的天然气 通过闪经二线输气管道送入北京 大家就是说是 也有了对苏里格也更新一步的认识 然后就是说一些优惠政策 也引进来 引进来以后把各界原语的 就是说是咱们这一块的 服务块块的机器信也调动起来 2007年 苏里格建成了40亿立方米的年生产能力 成为保证北京用气的可靠气源 苏里格汽田深锁地下一万年的天然气 在长庆油田所有人的努力下 终于被解放了 陕甘宁是长庆油田第二代石油人 为了纪念石油大会战 父亲给他起了这颗富有纪念意义的名字 而新一代石油工人的工作生活环境 已经是今非昔底 见证下期播出 大长庆第五集 西部新大庆 大长庆 三十五集 大长庆